這套設備檔案剛剛說了 在這個地方 你下載回來之後把它打開 這檔案前面是空白的 沒關係 這一頁空白是因為我們在列印的時候 我是用雙面 然後一面印兩張的方式 這樣子就可以比較好印成這個折頁 放到盒子裡面 這套設備是第一次 我們用社會參與的角度 讓社會上面很多志工 包括學生老師或者家長 他們來一起做這個設備 然後提供給國小國中的學生來使用 所以這個人工是完全沒有算錢的 完全沒有人工的費用 這一套的設計是張師護工的吳志文老師 其他都是這個案子的發起人 SJ社群惠美老師 然後很多的一些講師的經費 都來自於紀宗恆老師 然後串彩 所有的人串起來書文成老師 所以這些人其實很辛苦 在後面很辛苦 然後我們花蓮縣這邊 原則上第一期是採購300套 但是後來因為價格壓得很低 沒有賺任何的費用 所以就買了450套這樣 然後另外社群那邊會捐兩 將來會捐兩百套給放在軍醫 所以如果學校還是真的申請不到設備 其實你可以到時候可以上軍醫 去用租借的 當然不用錢 租借的部分 然後那這套原則上 將來的那個線上課程 就是我跟奎漢 會去負責入制 然後放到網路上 然後花蓮高工對第一批的300套 他們協助了幫忙的 幫忙後續的那些焊接的部分 然後那一天 延期的兩天 其實超過七八十個人 在幫忙焊接 然後我們的軟體就是用這兩套 這大概以後也都公開 是用這兩套 除非有什麼特殊的狀況發生 好 這是當天那個焊接工網的延期 好那板子 昨天有講過 這個 Arduino它的主機板 目前市面上就是兩種規格 一個就是全部原廠的 那個一個現在大概七百多塊到一千塊左右 七百多那個大概就是原廠的 然後另外的就是 仿的或是叫做相容板 相容板 那不管你是哪一種 不管你是哪一種規格 你就是我們網頁上面 把網頁上面那兩支驅動程式把它裝好 就是我的網站上面有寫 那兩支程式把它 這兩個這個影片你就照做就對了 把兩支驅動程式都裝起來 裝起來之後 不管你是什麼相容板還是原板 就通通都可以抓得到 這個你們回家要做 硬能電腦裡面沒有驅動程式 所以記得要做這個 好那回到 好回到這一片 那所以我們這一盒裡面附的是 UNO就是那個相容板 相容板 所以這一片大概一百五十塊左右 網路上一百五十塊左右 那它是使用341的通訊晶片 所以你安裝的驅動程式就是我剛剛提的 那兩個安裝就都能用 就不用管是什麼原廠還是相容板 然後重點是在這一片 這一片叫感測器擴充板 那它其實它就是做一個轉化的動作 它把這上面原來的這個腳位 這腳位每一個訊號都有一隻接腳的插座 它把它轉化成這樣整排的 整排的 那每一個訊號 每一個訊號腳位 它就配了一個V 一個正電 然後一個Ground G 所以一排的腳位有GVS 所以你看它那個顏色 它用顏色來幫你做顏色分類 黑色的就全部都是接地 都是G 然後紅色的就全部都是V 所以黑色跟紅色就是負責送給模組通電 就是給模組通電讓它可以工作的 那另外藍色的就是訊號 就是我們俗稱的S Signal 就是訊號線 所以你要用哪一個模組 你只要把那個線整排這樣插上去 就可以了 就可以使用 所以它大大簡化了我們在這個電子上面的 基礎能力的不足 沒有關係 就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 那因為國小四年級就學過 那個東西要運作 它就是要通電 只要接了正極跟負極 就形成回路 電就可以運作 那個東西就可以運作 就這樣的概念其實就可以使用這個東西 好 那我在這個表格上面 這個有一欄 提供的功能這邊 我這邊有稍微做了付出的說明 付出的說明 那等一下在感測器那邊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就把所有的感測器稍微講一下 那這個是雙軸搖桿 那它有 除了一個V一個G的接角之外 它還有三個接角 三個接角 其中一個就是負責X方向 X方向的位置 然後一個是負責Y方向 然後你那個搖桿還可以往下按 往下按就變成按鈕 變成按鈕 所以其實它是三個訊號 那它是一個輸入模組 而且它的按鈕是屬於數位的 然後它的X跟Y的方向是屬於類比的 好 這是XY軸的那個搖桿模組 然後可變電阻 可變電阻外面你買得到的有兩種 一個是旋轉的 一般買得到的是旋轉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講的那個可變電阻 它大陸叫做旋轉電位計 它叫電位計 那台灣叫做感測器 大陸叫做傳感器 所以如果你以後要自己去淘寶買一件的話 它名稱就是這樣 它叫做傳感器 好 那所以它會根據你旋轉的位置不同 然後送給Arduino不同的電壓 送給Arduino不同的電壓 所以它是一個輸入的裝置 然後它是用類比的方式 0幅到5幅度它都可以做輸出 好 所以你可以稍微注意看一下 除了剛剛這個SY軸的搖桿之外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三隻腳 大部分 三隻腳呢 剛剛講 模組要用一定要V跟G 要通電 那另外一隻就是訊號角 所以它都是GVS 好 像這個也是GVS 那這個是因為它有三個燈 有三個燈 所以它接腳數目就不一樣 那這個也是 因為它有RGB三個燈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說 這個模組大概要怎麼用 將來外面買回來的模組大概也是這個用法 就是除了G跟V通電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傳訊號的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原則很簡單 你把它搞清楚大原則 那以後要用就會比較方便 所以它是屬於輸入的 然後風靈器呢 是屬於輸出的 因為它要發出聲音 是Arduino送訊號給風靈器 叫它發出聲音 所以它是屬於輸出的 然後呢 因為它也不算數位 也不算PWM 它其實在Transformer裡面 它是有專屬機密 其實它是叫做數位輸出 但是 我這邊的數位輸出指的是 On跟Off 昨天跟各位講的 跟 就是 稍微做個區別 然後昨天也跟各位提到 你要 你要查那個對應的音高頻率 Google可以查危機百科 那這個是LED紅玉燈模組 那這個模組外面買不到 就是我們特別請它做的 那其實這兩個作用有點像 有點像 只是差別在於 它是單一顆LED 所以你一開始的教學 用這一個其實輸出就可以講完 那我們後來會要求它做紅玉的 學習那個時脈的控制 那如果你用這個RGB的話 它有紅色有綠色 還有一個是藍色 它就沒有黃色 那你就要學混色 混色 你要怎麼混色 網路上也有 你Google查一下RGB的配色表 它裡面就會有RGB的數字 比如說你要一個粉紅色 那粉紅色它的R的數字應該要多少 G應該要多少 B應該要多少 就可以查得到 那你就直接對應就好了 所以它會有一個G 然後另外三個控制線 它模組不用特別通電 因為其實你給那個訊號 然後訊號經過LED 經過電阻跑到G 它就已經形成回路了 所以它不需要另外一個通電的腳位 所以三個LED就是三個腳 加一個接地 那RGB也是 三個RGB加上一個接地這樣 現在腳位大概都是這樣分 就會很簡單 那這兩個 這一個叫做紅外線發射器 那紅外線發射器它不是LED 所以你去點燈的時候 你看不到它亮 因為紅外線不是可見光 也很看不到 那所以你要什麼情況看到它亮呢 你要用攝影機去看 就是你把那個照相 你手機的照相機把它打開 打開對著它 然後如果你給它送電的話 它就會 你就會看到攝影機裡面的紅外線是會亮的 它的中間點 你從上面往下看 中心點會亮 所以那個新聞在講 就是我們去外面如果要去住那個Motel 住旅館 你要擔心會被偷拍 你就把燈全部關掉 然後把你的手機攝影機打開 就到處看一下有沒有哪裡是亮亮的 有亮亮的那個就是那邊有紅外線 你就要注意那個是不是偷拍鏡頭這樣 那所以這個是紅外線要怎麼樣檢查它有沒有在工作 然後還有你家裡的一般家電的紅外線遙控器 比如說冷氣比如說電池都會有這個東西在前面 所以以後你的遙控器壞掉 你其實你只要相機對著它 然後你按一下按鈕看它有沒有亮 如果沒有亮很簡單 你去電子材料行發五塊錢不到買一個這個頭 把裡面那個頭換掉就可以了 那個遙控器就可以繼續使用 那你有發射的話通常會有接收 如果你要做兩個板子之間傳遞資料 或者是要遙控你家的那個 如果只是要遙控別人用這個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接收資料就要用紅外線接收模組 所以通常我們這兩個會配對在一起 所以它是輸入的 然後這一個呢其實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紅外線避障模組 就是通常它是裝在自走車做巡線用的 所以它裡面其實也是一個紅外線發射 跟一個紅外線接收 它是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 然後它紅外線打出去 然後如果撞到東西它會反射回來接收 然後你就知道說前面有沒有障礙物 然後它另外一個功能它可以辨識 前面那個東西是黑色還白色 因為它傳進來的那個數字會 黑色跟白色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所以它其實你可以想像它的用途 那它也可以當作非接觸型的按鈕 就因為它前面會偵測障礙物 所以如果你把它當作按鈕其實也可以用 或者是那個像我們男生去上廁所 小便池會自動沖水 因為它偵測到你離開了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像那個洗手台的裝置 就是自動給水的裝置 也有這個東西 再來微動開關 這個開關跟按鈕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長相不一樣 那它之所以叫做微動開關 因為它比較靈敏 因為它這個鐵片也可以延伸 那你上面稍微動一下 這個按鈕就會被按下去 這邊有一個按鈕 那所以它其實也是一個開關 那既然是開關 它就只有兩種狀態 數位的 不是開就是關 它屬於輸入模組 然後藍色的這一個叫做溫度 溫度感測器 那它就是熱敏電阻 那溫度感測器有很多種 也有那個晶片型的 也有那個藍色正方型的那一種 跟溫度放在一起的那一種 所以大概外面買得到了四五種 四五種 那這個是 這個也是開關 那第一期我們其實做的是水銀開關 那水銀開關就是上面會有兩根線 然後裡面有一顆水銀 那如果說你傾斜 往下面傾斜的時候 那個水銀就會離開那兩根線 所以就是all 那當你往上傾斜的時候 水銀會掉下來就會接觸到兩根電線 那就倒通 那 因為水銀如果說這個玻璃管破掉 學生他會不小心產生危險 所以我們第二期都把它換成滾珠 那滾珠就是裡面有一顆鋼珠 鋼珠然後把那個水銀換成鋼珠 那所以這個會有雜訊的問題 因為固體的東西 在接觸到固體的東西會彈跳 所以會就是接觸的那一剎那 會有一點彈跳的問題 不過我們用squitch 因為squitch比較沒那麼靈敏 每一個基目的執行時間 其實沒那麼快 所以你不用去處理那個雜訊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寫C語言寫組合語言 那個指令非常的快 所以你要處理那個按鈕剛按下去的那個彈跳的問題 最後一個是光線 這個就是光影電阻 光線感測器 那它是 就是感測那個光線的強度 強度 然後它也是屬於輸入的 會輸出0伏特到5伏特的訊號 那你拿Dino就可以接收它的訊號 那所以這裡面附的感測器大概是這些 我們低級附的感測器的這些 那以後可能也會更具需要再做調整 所以這個是大概是我們設備的狀況 那各位先 類比的話就是我們通常我這裡寫的類比 指的是輸入 就是它會送0伏特到5伏特的電壓給Arduino 那Arduino就知道它感測的東西的強度是多少 那PWM是指我們控制輸出 我要送出去控制那個 比如說LED要控制多亮 我要給多少功率 大概是這樣 還有沒有疑問 好 那 好 那如果沒有疑問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張表 然後那個 昨天我們裝的那兩個 Transformer跟Switch 2.0 如果剛剛進來的老師還沒裝好呢 那我會記得